歡迎回到 吳董給你們 吳董在日本 各位觀眾 經過我們剛剛非常精彩的休息時間 我們現在進入 我們正式的這個QA的時間 讓董事長來回答 大家的QA的問題 來 董事長 這一題他想要問你說 韓粉想要 朱立倫來當韓國瑜的副手 朱立倫會屈服在韓國 會屈服於韓粉的壓力嗎 如果韓沒有當選的話 國民黨的未來是什麼樣子 第一個我認為朱立倫不會 去當韓國瑜的副手 為什麼 朱立倫從心眼裡 就瞧不起韓國瑜這個人 他不會做這個事情 還有一個 朱立倫不是笨蛋 朱立倫是非常會精算的會計師 他知道韓國瑜不會當選 兩個原因 因為他瞧不起韓國瑜 因為他知道不會當選 這都不會 韓粉狗屁壓力 韓粉有個屁用 韓粉現在闖著貨 收拾不了 韓粉既然搞到韓國瑜要弱選 韓粉還有話語權嗎 陳惠文還能放狗屁嗎 他通通要掛掉 一起跳淡水河 跳愛河 對不對 還沒有當選國民黨的未來 這個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不是國民黨的未來不重要 是國民黨變成一個爛黨 國民黨變成沒有力量的黨 你知道吧 沒有力量的黨 是什麼壞事會發生 你知道吧 就牽制不了蔡英文的民進黨 一個弱勢的 有空有一堆數量 弱勢的在野黨 就變成了縱容這個爛黨會更囂張 他更敢貪污 你知道吧 違背了我們所謂的問責制 或是check and balance的基本原則 因為他沒有力量 沒有力量的話 這個民進黨更囂張 胡作非為 非出皮肉不可 蔡英文又是無能無比 那個煞車 雅韓多魯 抓方向盤的那個手沒有力量 怎麼辦 那台灣的 不是國民黨未來 台灣呢 台灣明年開始陷入為期 一年嘛 因為蔡英文2016到2017之後 一年的民調就掛掉了嘛 那這一次大概也是一年就掛掉了嘛 掛掉之後就天下大亂嘛 從2021開始就亂嘛 亂到2024嘛 就是未來的情況 然後2022 再來一次 你知道吧 民進黨大敗嘛 就是這樣子 老百姓沒辦法 這是一個 全台灣人的一個最悲哀的時刻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明明有機會 讓國民黨有力量的時候 碰到一個吳敦義這種豬頭嘛 吳敦義為了自私 把國民黨搞爛掉 把這場選舉搞爛掉 然後有一個有機會的 郭台銘跑出來 也是一個沒有膽量的人嘛 到最後關頭落跑嘛 然後另外就是一個醫生 我們現在就期待這個醫生來救台灣 那醫生有辦法救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醫生有個好處 醫生有亞之伯格 你知道嗎 對 亞之伯格喔 有點傻 傻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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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敢拚 他搞不好拚出那個民進黨來了 不要看國民黨 國民黨算了 來我們看下一題 董事長今天國安會的報告裡面喔 說 中共會拉白打綠 嗯 請問董事長 這個是不是國家機器介入大選 沒有他就告訴你說 這個柯文哲要跟這個中共代理人啊 這是柯文哲的紅帽子啊 國安會出報告告訴你說柯文哲是共匪 中共投入人這樣聽懂沒有 就告訴你們阿共已經收買了柯文哲了 拉白打綠是這個意思 其實真相是什麼我告訴你好不好 真相是蔡英文想要拉白色的票 希望我們今天跟我一起在聊天室的柯粉 通通投給蔡英文 如果柯文哲沒有選總統的話 那我怎麼辦 我就不知道我這票怎麼投啊 我不可能去投給韓國瑜嘛 我沒可能嘛 我請台灣啊 我沒可能做這個事情嘛 是 我也想投給蔡英文啊 我在賭籃我就投給他 我怎麼辦呢 我不建議各位怎麼處理 但是這一句國安會的報告非常惡劣 中共會拉白打綠 對 要怎麼拉 就是叫柯文哲出來選啊 那這樣如果在這個邏輯 中共有那麼大的力量 拉白打綠的話 那我恭喜柯P啦 你把黃珊珊有沒有報到沒關係了 剛剛有一個問題 不是問我說清兵黨 會不會跟他合作嗎 對 如果中共會拉白打綠 國安會報告是對的話 那我告訴你宋楚瑜百分之一百跟柯文哲合作嗎 喔 宋楚瑜百分之百把門票送上 因為中共嘛 中共會把宋楚瑜解決掉嘛 對 對不對 那大家都變共匪啊 中共變共匪 然後宋楚瑜變共匪 柯文哲變共匪 然後RJ跟吳子嘉支持柯文哲我們都變共匪啊 對 我們打綠啊 是 那這就是變成這個結果啊 是 所以那還有 那這個國安會報告太有權威信了吧 我們看11月22號以前 是不是這個宋楚瑜捧著門票來跟這個柯文哲下跪嘛 如果是的話 中共就是偉大的了不起的祖國他媽的 我他媽還不相信這種屁事 中共只要幫誰忙誰倒楣 但是今天國安會惡劣 先打預防針 先扣 先扣帽子 先扣柯文哲是共匪的帽子 你看到沒有 就是說柯文哲是白色的 要跟中共合作打綠嘛 對 這個惡劣的國安會 不要連的國安會 這個秘書長是誰啊 李大偉啊 李大偉沒有那麼賤 對 他裡面有個副秘書長很賤 我告訴你 你去找找看那個人是誰 下次我要告訴你 那是我朋友 哈哈 好來 下一題 好來 總長 他要請問你說 結巴爾嗎 郭柯合作 然後他們兩個一個有資源 一個有理想 他能不能改變台灣政黨政治的型態 柯已經沒有了 郭沒有了嘛 哎呀 郭怎麼會有 郭已經在台灣沒有政治的信用了嘛 郭從四月份鬧到九月份 把台灣媒體鬧了一大篇 最後沒選 這種人還怎麼要討論呢 現在是這兩天因為 因為蔡英文故意把它放冷 變垃圾時間 才讓蔡慶宇這種神經病 還摔見見媒體 我跟你講 我根本理都不理啊 郭台銘沒有政治討論價值了嘛 還有一個資源也有理想 柯有什麼理想 柯沒理想 柯是老實人 柯有理想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啊 柯文哲是一個白目 是個龔大 對 他是一個老實人 他不會貪污 他會認真上班 其他我不知道 光這兩項 已經打遍天下無敵手了 是 就已經改變台灣政治 台灣政治生態了 沒錯沒錯 好來 我們看今天的最後一題 董事長你覺得民眾黨的部分區 第一名要推捨也比較好 你內心有理想的人選嗎 民眾黨第一名不重要 要民眾黨第八名才重要 因為民眾黨的八名 可以改變台灣政治生態 民眾黨如果只有兩席的話 他就請看這個誰 看這個 看這個柯文哲 可以派他爸爸媽媽一起去 好不好 第一名跟第二名 好不好 那個叫做什麼叫黨 這個沒有用的一個奔壽動 是 就沒有用嘛 就跟另外一個親民黨一樣 那沒有意義的政黨 但是八席有意義 八席的話可以當副院長 當立法院副院長 當立法院副院長 八席要八隻熬犬 你知道八隻熬犬兇悍的不得了 但是我看最近 柯文哲提出來 報紙上寫的一些文章 什麼學姐啦 還有什麼 什麼 蔡壁如啊 對 我在上個禮拜 我跟柯P當面講 我說你要找八隻熬犬 我說你那個學姐當立法委員 我講坦白的嘛 我的好朋友 我某某柯姓 某柯姓立委 我好朋友 我不要說柯姓 不好意思講 不要說他的名字 喬王 他就坐到旁邊跟你講 幹你而已 幹你不要坐 學姐就開始 腿就下來 就馬上就掉眼淚哭了嘛 彈個屁啊 那個叢林耶 那個叫做city jungle 是都市叢林 聽過嗎 對 晚上會拿槍開槍打你的 你不要傻逼 我去當立委喔 會出事情的 那個 學姐 蔡壁如 你在 你在立法 你在 你在 你在這個台北市 台北市議會可以囂張 你在台北市政府可以囂張 你在台大醫院 可以去罵病人 立法院沒這一套 立法院 不要把你牽涉過來 不過你要怎樣 他就敢丟你 我就敢 無只要我就敢 當場別你怎麼辦 那個屁用 晚上就不敢回家 我跟你講 對不對 那他有 他的怪招多啦 你哪有辦法應付民進黨 那董事長 那有人在問你敖犬的定義啊 昨天有觀眾在問說 那楊石秋前議員算不算敖犬 不算 他是嗎 阿門說明 他是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 就很簡單一個標準 黃國昌 台灣也是黃國昌 也沒有八個黃國昌 那要找 起碼 二分之一個黃國昌 三分之一個黃國昌 黃國昌做標準 我們來看 他有幾分之幾嗎 你不要找個學姐 找個蔡碧如 那個就是 做肉店的嘛 那個是一種上去就是 這個不要打仗了啦 第一天就是嚇到嚇死了 投票可能就跑票了我跟你講 不過董事長 你剛剛講的真的是一個重點啦 重點是幾席啦 沈富雄算熬犬 沈富雄狗病 八十歲的熬犬 那個老狗 那個熬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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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過沒有 學不了新把戲 那個熬犬耶 我都不算 我都不太算啦 而且我跟你講 我勉強算半隻啦 因為黃國昌放在我 現在要 要給我頂頭三分啦 怕你們白就壞了 你知道嗎 對不對 起碼你 肚子要有料 對 吵架要有貨 對 不是靠打架嘛 打架找台北體專 找八個就好了嘛 對 對不對 不簡單啊 對不對 肚子要有貨 老大瓜有東西 對 你不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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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 你不要 你不要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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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不敢敢 文不能 就是說 這都是這樣子嘛 就是說 文不能提比 武不能監挑 對 這種去當立法委員 被他笑死了 拍一批那些女的去沒有用嘛 所以我那天講得很重要 有一個人可以去啊 郭台銘那個Amanda可以 你知道嗎 真的 那個很兇啊 大家都以為他是幼童 Amanda超兇的啊 我聽說啦 媒體跟我講 Amanda在 郭台銘的這個 內部幕僚會議 直接拍桌子 罵郝龍斌耶 好厲害 當然厲害啦 可是我也會罵郝龍斌 郭台銘要推薦Amanda 現在高峰有一個屁用啊 是 新新拿鐵的博士去 有個鳥用 對 大家都說 你說新新拿鐵 都聽不到啦 對不對 那都是流氓管訓回來的 看來當 那個 民進黨一堆怪咖 我告訴你 那個沒有用 所以要找 郭台銘拿錢出來 找Amanda 因為Amanda 真正兇悍 他連好農民都敢幹狗 怎麼不敢幹 那麼可叉 對不對 好非常感謝今天大家的參與 以上是今天的武董談大選 明天晚上9點鐘 請大家還是回到我們的武董談大選 然後如果你還沒有報名我們的 義大廠的 這個星期六的 武董跟柯粉的見面會 那請趕快去報名喔 我們現在還有200個名額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